第五人格连天光丝连动的紫皮第二代来了啊 这次没有出现调香师 我是有点小失望的 不过也可以理解啊 毕竟调香师最近出的皮肤有点多 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段连动内容啊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分别是佣兵的火炮熟和蜘蛛的再造者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两个紫皮第一眼什么感觉啊 反正我看这两个紫皮的触动并不是很大 就是也没有很大的惊喜 可能因为他们的形象过早就在以前的宣传面中出现过啊 首先来看一下佣兵这个 佣兵这个形象 很多人说这个帽子不是很满意啊 帽子做成了这个耳朵啊 就是耳朵没有做成那种仿真的耳朵 而是和帽子分为一体的 至于其他身上的各种零件啊 包括这种蒸汽管道啊 金属护甲啊 有点审美疲劳了 因为我觉得佣兵有很多这种风格的皮肤了 对吧 整体的色彩搭配可能比较的淡雅 导致这个紫皮不是很出彩 也期待一下这个建模吧 但我比较喜欢的还是蜘蛛这一款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蜘蛛的第一款联动皮肤吧 是不是兄弟姐妹们 最近好像蜘蛛有联动吗 应该没有吧 名字叫做再造者 整体的风格搭配呢 也挺符合蜘蛛的形象的 你们看这种蓝色的皮肤 管道 鸡甲 蒸汽表 这个鸡肉怎么这么强壮 难道这个蜘蛛不是女生啊 那至于大家所说的 这个联动上线的时候 第一弹会不会反场呢 按照第五前的风格来看 应该会反场 有红夫人的女大公 还有玩具商的直艺小姐 那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第三弹的联动 剩的应该就有 调强师 还有看待员了 因为他们的形象呢 也不止出现过一次了 还是挺让人期待的 所以对于这次的 连连光丝的联动 你还喜欢吗 在视频下方 留下你们的下方 感谢观众支持那号 咱们小视频见 拜拜